在我心中你的最后不是我 你的寄托不是我 你只是路过 我情愿你的温柔多不过 我的爱已不能舍我 何不洒脱 在我心中你的一切不是我 你的蹉跎都是活动的 我很痛 泪水淘不深呼吸的人 贾师爷 这怎么回事 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是啊 贾爷 谁敢打你 除了咱们兄弟 你是不是还帮别人存钱呢 你说你什么屁话 你想把我给气死啊 不好意思啦 是我师父打的 贾师爷跟我师父讲不到两句话 师父就把他打成这样了 而贾师爷的力气比较少 所以没办法还手啊 当然咯 因为贾师爷是君子啊 这样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 所以才会被打成这样 这回啊 亏着你吃大喽 行了吧你啊 你说话怎么就那么损呢 你小浩 你他孩子每天给我留点面子 行不行 好啦 不要再亏了 小浩 小浩 你说看看 他跟你师父到底是谈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动起手来 就是谈我娘的事啦 不好意思喔 我的师父把你的师爷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我可以代替贾师爷做的 那以后这个师爷的职务就由你代替啊 大人 这孩子说的话你怎么能当真呢 这玩笑话嘛 这我的工作他怎么能代替呀 贾师爷 我哥是跟你闹着玩的 我们大伙正等着你回来到户部去查账 小贾 我要你代替我到户部去查账 越多人知道越好 他们拿什么你就看什么 不要太认真知道吗 嘿 查账就得认真啊 我做事一向都认真 怎么能不认真呢 唉 这你都不懂啊 我哥是让你去办白脸 大张旗鼓的随便去查账 主要的目的是引开侍郎的注意 好让我们暗中查访 这件事只有你应付得了 非你莫属啊 是吗 那既然这样 我就代账上阵吧 好 唉 对了师大了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了 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你 什么事你说 就是 你们顺天府 不是画了人的画像到处彰贴吗 你是看见过那画像里的人吗 不是我 是我师父看见了 那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男的 是木英才 而且是在有很多很多女人的地方看见的 唉呀 什么很多女人呢 有很多女人的地方就是青楼 那不是好地方 这 是不是在青楼看到的 我不知道那个楼是不是青色的楼 不过我知道那栋楼的名字叫怡红苑 而且师父说白天怡红苑是不能进去的 所以那天我只有在外面等而已 怡红苑 小虎 你不要等 我去查怡红苑 不要打草惊死 张牙舞爪 在 你们先去把怡红苑的底细摸清楚 即刻回报 到 大人 我说小天这孩子真是激励 一个抵十个 只可惜啊 这会儿不是我儿子了 小虎 你既然那么喜欢小天 小天对你又那么投言 那你何不先认他做干儿子 也好方便 你们两家的来往啊 方便来往 好 还是大人想的周想 就是这个主意 他总不能不让我去探望自个儿的干儿子吧 小天 你愿意当我干儿子吗 当然愿意 那你赶紧叫我什么 赶紧 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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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你给我作证啊 从现在起 小天就是我干儿子了 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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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也是你吗 这里是很安全没错 不过 最近顺天府的人是越查越紧 就快要跑到咱们的根了 还有那何侍郎跟克山贝勒 他们的人也从没停过 听说那何侍郎 还要找什么江湖人物来对付咱们呢 什么样的江湖人 难道 他还想顾杀手追杀我们不成 他要是有这个胆量 也不会被克山摆布到现在 我啊 才不相信他有这本事呢 阿修 事情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我总是觉得心里头不踏实 生怕会夜长梦多 我已经在城北开了一间粮行 我想利用这南北运货的掩护 分批将咱们的银子给送出城去 然后咱们再找个机会 赶快离开京城 你说这样好不好 开粮行 你怎么没跟我提过啊 这也是这两天的事嘛 刚好有间粮行要让 我就把它顶下来了 我们得赶紧将这个银子送出去啊 你先把地窖钥匙给我 我好随时 对了阿修 你昨天跟我说 你要将怡红院交给这个飞宴打理啊 呃 我看也好 他机灵董事 也吻得住场面 哦 对了 我还有事要交代大茶壶呢 我先出去一下 小莫 有事啊 一会儿说嘛 我很快回来 好 这哪儿去 想怎么做 就照你想着去做吧 不急嘛 这个事过几天再说也行啊 你再想想啊 别不舒服 我还会不相信你嘛 收着啦 我们还要过一辈子的呢 我们还要过一辈子的呢 来人啊 哎呦 菲爷啊 您这是怎么了 最近天都还没跟 就给咱们来捧场了 这怎么敢当呢 菲爷你来了 铺藏桌子铺藏桌子 赶早班有没有什么好处没有啊 当然有啦 别啰嗦别啰嗦 先拿点酒来吧 哦 我真要去拿 怎么这么早喝酒啊 哎呀我心情不好啊 菲爷酒来了 您尝尝 这心到了白肝 特好的 菲爷 这酒不好吗 您这么东张西望的 您要走什么啊 菲爷 你看我这个长相 是不是长得很讨厌 哎呦 菲爷您说的什么话 您人长得一表人才 气风流又潇洒的 怎么会讨厌呢 不过我说菲爷 这对女人嘛 不能够太潇洒 多说好话讨她欢心 像是买她喜欢的送她啦 做她喜欢做的事啦 要不就多说些好听的话 哎呀 女人嘛 多哄哄 整灵的 爹 天色不早了 我要走了 好好好 要走了 哎 记得要常常来看爹啊 哎 你放心 你来找爹呢 爹就好好教你读书认字 将来才会有出息 你呀可千万别学你那什么狗屁师傅 只会做坏事骗人 知道吧 爹 我一有空就来看你 你也要保重 好 路上小心啊 慢慢走 慢慢走 对了爹 我忘记告诉你一件事 娘不喜欢吃蜜枣 喜欢吃豌豆黄 要记住不要买错了 我走了 好 路上小心啊 我记住了 那娘喜欢吃豌豆黄 豌豆黄好 大茶壶 什么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 非得这样嘀嘀咕咕的吗 秀姐 你们多心了 师母爷不想让你担心 是吗 是我的意思 别让你操心嘛 什么事啊 就是我上回跟你说的那个谢飞啊 他果然要坏事儿 今儿个他又早来了 怕是他已经看出什么了 阿修 咱们的计划得提前行动 你是说 大茶壶 欢迎 你去通知良行 今天晚上给我装货 天一亮就出城 不得误事 我直接去拍 嗯 诶 等等 告诉他 想想那些个被我好好款待在西山的家人 要是谁敢给我走漏消息 我就直接把他的家人推到山下 到时做了孤魂野鬼 是 我真的 小默 你刚才说的家人是怎么回事啊 哼 那么多的银脸 我怎么会信得过那些泛夫走卒 不拿一点宝藏在手里 我放心吗 等事情过了 你会放了他们吧 那当然 我留着他们 我还得养活他们 我干嘛找这个麻烦 好吧 你早点走也好 这些日子 我总是心神不灵 再待下来 我怕 别怕 有我 还不就是为了你 要不然 我哪有胆子做这些事情 在哪里 是的 是的 pc 笑什么吗 你不是喜欢我这种打扮吗 你穿这样子舒服吗 我 我舒服啊 当然舒服 量子多好 你就为了这身打扮才出去的 你打了人 骂了人 你就跑了 就让小天一个人在家替你收拾 你好意思吗 那混蛋本来就该打 就算他在活该 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 你这样子小天会学你的 小天他不敢 你放心 他有什么不敢的 你是他的师父 你这样教他 他有什么不敢的 我 我也不知道你生的是什么气 那个假事业只是来做做而已 他还能够怎么样 你这样发了疯似的打人 只会给那个假事业有更多的理由来看小天 是吧 他还要来啊他 对啊 那个假事业说 他愿意做小天的干爹 干爹 那你答应了没有 小天自己做的主 我怎么能不答应呢 你这什么话 你是他娘你说不行就不行嘛 我为什么要说不行啊 假事业那个人那么好 他会教小天好好地做人 他也会教他读书 这样的话 我连帮小天请老师的钱都省了 我为什么要说不行啊 他那个人本身就是个歪人 他能教小天什么 哎呀 就像你刚刚说了 你这么一答应啊 那他就有理由常常来串门子 你 你 这个叫做引狼入室 你懂不懂啊 小天不晓得在搞什么鬼啊 他人呢 在里面 小天 我问你 师父 师父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你又骗了谁的衣服来穿了 什么骗人的 这可是花银子买的 怎么样 这下 你可没得行师父了吧 可是师父 你穿这要干什么啊 师父我去办正事了 办什么正事要穿这样的 你管我 这是师父的事 不过告诉你也没关系 师父穿这个样子 去买东西去 买什么东西啊 张小天 你这是跟师父讲话的才懂吗 阿飞 别那么大声嘛 哦 对对对 对 不能投了 小天 这早上是师父不对 不该出手打人 那样子不好 你以后天外别学 知道吗 还有 师父这个赏面也太大了 但是师父会赶 你也别学 知道吗 嗯 来 咱们来很好 不要为那个混蛋事业 伤了咱们师徒之间的感情 来 哎哟 师父 你不要说人家是混蛋了 这样也不好听呢 你 不好听 咱们这词每天在讲 有什么不好听啊 这我说他是个混蛋 他就是个混蛋 是个不折不够的混蛋 阿飞 好好好 不说那个混蛋 好 好 不理他不理他 来来来来 看我给你们买什么东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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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弓 这是你的绣花鞋 不是你想要一双吗 来 这也是你的鞋 这是你的衣服 再还有你的布料 还有吃的 怎么样 谢谢你 谢谢你 这双鞋子 比我想要的那双还要漂亮 真的 好 小天 你的呢 师父 不是我要说你 你看看 哪有人穿这种衣服鞋子的 你们还有顺天府的人 没有了一个人穿这样子的 这样太没有礼貌了 还有这个东西 师父 这是给小锅皮玩的东西 你会打伤人的吗 我怎么不买一些 闲置的 独株的拥品 哎呀 师父 我看你很难成为 有学问 有礼貌的人了 你够了没有啊你 江小天 这弹弓 是你一直嚷嚷要的 这以前不让你玩 那是因为怕你伤到人 所以我没敢买给你 怎么 现在长见似 有学问有礼貌 这也不要 那也不要 看样子 你连这个师父也不要 好 既然如此的话 咱们师徒的勤奋 就到此为止 你以后也别叫我师父 阿飞 你怎么了 你生气了 生气 我有什么好气的 在这个屋子里最没出息的就是我 我有这个跟谁生气吗 小天 你要好好读书写字 你最好换个身份 做个有头有脸的人 以后到外面去啊 别说认识师父我 懂吗 对不起 我还有事不跟你们耍嘴皮子 阿飞 娘 师父他怎么了 怎么阴阳怪气的 老子为了讨你们欢心 活像个耍猴戏 我挖心掏肺的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能为你们去死 那混蛋行吗 不思想 娘娘 不思想 都是娘不好 我以为 他不会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面 什么记在心里面 小天 你要记住 以后你不许再这样跟你师父说话 也不可以再嫌他 我没有嫌他 我说话怎么了 ,你这样子不尊敬他 他会伤心的 我,我没有不尊敬他 他是我师父啊 好了,好了,好了 这怡红院是三年前开始营业的 老板姓刘 听说是打北边来的 做人算是蛮规矩 没什么不良记录 做的都是中下层阶级的人 什么苦力啊 什么小贩之类的 也没出过什么红牌 可奇怪的是 他们不断地在修房子 扩建房舍 生意好像是做得很大 可是客人还是一样啊 是不是半年来一直都在盖房子 是啊,大人 有时候晚上这边做生意 他那边挑灯干活盖屋子 是啊 嗯 听到啊 这就对了 不这么做的话 只能在不引人注意 又不惊动外人的情况之下 把钱庄的银子 运到这儿来 哦 哥 你的意思是 他们根本就没有把钱运走 而是运到怡红月犬 好 大人 我都查过了 您猜得不错啊 嗯 旧怡红月的人 没在这儿西农钱庄存钱 就只有知道内情的人 才不会去存啊 哥 这下可找到证据了 不是找到的 而是猜到而已啊 在没有证据之前 不能随便去收人家的房子 尤其是藏银两的地方 一定是非常的隐秘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在没弄清楚之前 更不宜打草惊死 不过 张牙武招 在 在指食之前呢 这一鸿院进出的客人频繁 我想他们还不至于明目张胆 不过指食之后 你们要特别的监视他 尤其进出的车辆 在 是啊 还有 我一直在怀疑这何寿郎与阿秀之间 他们一定暗中留在往南 何府更不能放松 哥 这事我去办 大人 大人 我这有点头晕哪 我明儿还要到户部去办白脸呢 我先歇会儿啊 好 你早点休息啊 翻页不要起来盲房啊 会吓到人哪 好 娘 你在等是不是不是 你担心他吗 你身份那么大个人了 娘怎么会担心呢 娘 娘只是看看门关好了没有 娘 不要把门锁起来 这样师父他们进不来的 好了 娘 师父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 他是不是不希望我愣贾思业做爹 你师父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不会吧 你师父 那你呢 娘怎么样 我说贾思业做我干爹好不好 你都没有表示 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自作主张 这也不算自作主张 贾思业那么喜欢你 你也很喜欢他 你们俩常来往也没什么不好啊 而且贾思业这个人也是个正经人 娘不会不高兴 可是 可是师父他会不高兴呢 他不喜欢贾思业 也一定不喜欢我做贾思业的感恩儿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师父有跟我说过 如果我希望有一个爹的话 他愿意跟我当爹 可是 现在我没经过他同意 就连贾思业做干爹了 他一定会气坏的 他叫我以后不要叫他师父呢 要是他真的不理我的话 我就没有师父了 我知道 我不要讲他没学问了 真是糟糕 我知道了 小天 那么晚了你去哪里 我知道师父在哪里了 我去把师父带回来 我去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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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去哪里了 小鬼不学吗 这种年纪到这地方找人 出去 好啊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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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你别那么习 我看不到了 来 客气一点啊 你们酒量也看不到我们吧 来来来 走开店 来来来 大门不劳急 走后门总成了吧 走 小鬼 你跑出来干什么 师父 不要叫我师父 你小没良心的你 师父 你都那么大一个人了 心眼还那么小干嘛 你啰嗦 你这几天跑到哪里去了 我找你找好久 你知道吗 娘担心你担心的钥匙呢 你说什么 娘担心我 什么 怕我不回去啊 好了 咱们赶快回去 来来来 刚里面那个人 就是顺天我们要找的人 你现在赶快去告诉你 那个事业干净去 去 来 好 我们一起去啊 来来来 我不去 再怎么说我也是英雄好汉 我才不和官府打交道 再说又没赏赢可拿 我才不做这种白工呢 还是你去巴结你那个事业干净 去去去去 可是 你这可是了 再迟了就来不及了 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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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他们蒙我呢 怎么样 你刚怎么叫我贾师爷 你该叫我什么 干爹 打我的好儿子 有什么事说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以前告诉过师大人 画像里头的那个人 画像 你是说那个莫英才 不知道他名字了 可是我告诉你 我今天在怡红院里头 看到了他 而且他还叫大家搬好多好多东西 搬东西 对啊 一厢接一厢的 不知道要不要到哪里去 而且他还叫大家不能发出声音 那一厢接一厢的搬东西 明白了 这小子居然这时候就动作了 现在还不到害时 这下该我表现的 我说好儿子 你可真是来福啊 认识你之后啊 我是好运接着来 等等等等 我去找张晓武招 等等 张晓武招 小心点 快点 阮 hoard 快点 動 来 微动 我们顺天府的官差 他都归人 在那里 把他偷偷带走 拿他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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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小冒 怎么了 别说了 咱们漏底了 快点 拿包布 咱们快走 快点 快点 这边不能走了 怎么办 来 从这走 快走 从这里出去 你找飞人给你挡着 混在人里面出去 千万别红 千万别红 要正气 快走 快走 大米哥 你别管我 咱们在梁航泡面 我会去找你的 来 快点 走 走 真的 看着 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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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闹 好 好 这不是怡红院前面那个司马胡同吗 怎么这么近啊 这我还以为是 不错 年轻人 你住这 难怪每天赶早班 这里是司马胡同 我是顺祥仇部庄的老板 我姓莫 跟那顺天府通缉在岸的莫英才同名同姓 还刚好是同一个人 莫老板 爱说笑 不 我这个人什么都爱 就是不爱说笑 谢飞 你刚刚说 你以为这是哪儿啊 陈北红运两行是不是 什么两行 莫爷 您在说什么 我说得不够清楚是吧 那好 我就说得清楚一点 也好让你死得明白点 有有有有 莫爷 这这没那么严重了 我没得罪您吧 谢飞啊 你这么一直一直盯着我 想必 那何侍郎 给了你不少好处啊 何侍郎 这什么何侍郎 侍郎五郎 我不认识啊 哦 不是何侍郎 那想必是克上备了 克上备了 哎呦呦呦 莫爷 这您说的 说的没一样 我是明白的 这个我唯一明白的就是 我误闯您的宝号 是我不对 我就这么走了 好 告辞 好 好 哎呀呀呀呀呀呀 莫爷 有话好说嘛 听我解释好不好 啊 哎 哎 是是是这样子啊 啊 我只是一个闯空门的嘛 我看着这霉灯 哎呀我就这么 就这么跟着进来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 克上也不知道什么什么士郎 只怪我 有眼无珠啊 我什么不该来 我不该来 我真的不该来 好 我就马上滚 马上滚 这这 你放屁 这这 我说谢飞啊 你找的找我 我看你还有点本事 你以为 你跟着我从医工院的地道走来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那个地道里 我早已布满了小明 踩的人是不知道 不过 我这儿早就厚着你了 啊 你是不是没想到 我敢在离医工院这么近的地方 就设个出口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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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过来 把他的眼珠子给我挖出来 身上给我剁下来 是 等一下 莫爷 你不是不追究了吗 拿下 裴 Dre 快 快 ỉ 大人 我都點過了 一共是五箱十五萬兩 小姐 你怎麼知道他們今晚會有所行動 大人 跟您這麼多年了 多少也會算一點 我這麼掐指一算 就算到了 小天 是你知道的 是不是 是湊巧的啦 什麼湊巧啊 大人 我可是吩咐我兒子在那守了好久啊 幾天幾夜都沒合眼啊 大人 這可真是下了功夫啊 什麼你吩咐的 你這幾天失魂落魄的 你能吩咐誰啊 怡紅院出了問題 我看八成是小天自個兒機靈 在那守的 是不是啊 小天 不是啦 是師父要我告訴乾爹的 別提你那什麼師父 乾爹 我們剛才就沒發現師父啊 師父會不會又不見了 這樣我怎麼跟我娘交代呢 好好好 你別急 我會派人幫你找你師父 你告訴我 你師父他怎麼會知道 莫英才他們要把銀子運走呢 不知道啊 我師父跟我生氣出去了 結果好久好久都沒有回來 娘很擔心 我就出去找 就這麼遇上了 嗯 小姐 怡紅院那邊的情況怎麼樣 大人 您放心吧 我已經叫張雅帶著大批人馬 反了怡紅院團團圍住 可以說是滴水不漏 一個都跑不掉 您瞧 張雅回來了 張雅 一五一時的跟大人禀告 那邊情形怎麼樣 好吧 回大人 真不易才和阿秀 給脫逃了 啊 脫逃了 怎麼會脫逃的 那你怎麼會沒算到的呢 我這 沒算到 大人啊 屬下收拼了整個怡紅院 都不見莫英才 那阿秀啊 本來想從大門裡逃走 卻被兩個蒙面人給接走 屬下趕到的時候 就來不及了 蒙面人 滾 救命啊 不能叫 這事到我府裡你不能叫啊 叫 再叫大聲一點 我現在就動了你 被 我替你贖身 供你吃住 還你自由 賞你財富 你的一切都是我栽培的 你居然敢背叛我 帶著我給你的一切去貼小白臉 我非讓你不得好死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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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饒了我吧 我知道錯了 你饒了我 去 被 再打我出人命 不能打了 你過來看 我今天就是要打死他 我要讓他知道 背叛我客战是什麼下場 啊 啊 事實人定我定的很緊 讓他知道對你也沒有好處啊 何大人 你不能見識不見了 你教訓我 何大人 快 貝貝 不 不能殺死他 他死了 咱們那銀子也找不到了 銀子在莫英才那我清楚得很 這賤女人當了莫英才的替死鬼 自己還不知道 莫英才也跑不了 我非打死你個賤人 貝貝也不行啊 貝貝也不行啊 小貓不會這麼對我的啊 你個蠢女人 我當初怎麼會看著你 你死了 你死了 幹什麼 你們在這裡吵什麼啊 阿夫人 阿秀 夫人這樣沒你的事 你快進去吧 夫人叫我 叫我 沒你的事 好啊 師大人到處在找他 你還可以把人給弄回來 你真是不要命了 好 好 既然你這麼捨不得這個賤人 你就跟他一起滾好了 不要想連累我 滾啊 再不滾 我就順利府舉罰你們 夫人 夫人 你誤會了 不是 我跟何大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貝拉爺把我養在外面 何大人只是背黑光而已 阿夫人 你叫我 你叫我 沒錯 阿秀是我的外室 興隆錢莊也是我出資開的 尊夫只是替我跑跑腿而已 任太人 這是真的嗎 你叫我 阿秀是我的外室 你怎麼這麼笨啊 還不敢去告訴師大人 快去啦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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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任太 你不是嫌你這婆娘嗎 你嫌她啰嗦又無處 貝拉我替你了結了 你該感謝我 貝拉爺 這是我夫人 那就去幫我關 他呢 好了 既然開了頭也就不在乎多死一個 阿秀 這可是背叛我的下場 不 貝拉爺 不能再殺了 他們全都死在我府裡 我不能收拾 他一定知道莫英才在哪 讓他去找 不用他 我也找到 貝拉爺 現在外面風聲太久 沒有時間了 咱們別把經驗耗在他身上 讓他去找 咱們還有別的事忙啊 嫁去 對 起來 起來 說 莫英才在哪 貝拉爺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你們兩個 帶他去找莫英才 天亮以前沒找著的話 就把他當野狗給殺了 丟遠一點 不要 住嘴 走 快 走 想走 啊 来 你是谁 小天 不着急啊 待会儿呢 你要那师父再过回来 爹就送你回去啊 干爹 我想到了啦 我师父他不会让你们找到的 因为他说过 他讨厌官府里头的人 得了吧 官府里头也没人喜欢他的 所以 他怎么会让你们找到呢 我看我还是先回去好了 不然我娘他会担心的 小天 你今晚是回不去了 为什么 刚才有人来报 说前门尾有人厮杀 死了两个 我哥会懂九门提督 提早把城门关了 去拿逃犯 所以你今晚是回不去了 城门关了 我师父又不知道跑到哪里了 那我娘已经急死了嘛 那我娘已经急死了嘛 寂寞人知道 在心底有一刻 寂寞人知道 奇晃 别人知道 在心底有一刻 寂寞人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